想买车吗 想了解新车吗 想知道全省车市的最新报价吗 爱车人最实用的车谈信息汇总 记录车谈资讯派报 11月1号起正式发行 发行时间每天上午10点半 11点半 晚7点半 汽车俱乐部诚意奉献 敬请关注 在摇摆的人情中 他是可以信赖的倾听者 在快乐的心灵里 他是善良的注射者 在宁静的夜空下 他用透彻心碎的声音 感动你的耳朵 行声一声声 S510B11 山东广播交通音乐之声 用心灵打造情感空间 夜深感谢各位依然如意来到我们的情深夜深深 我是宇威 在每晚23点会准时守候在山东广播交通音乐之声 随意起来聊聊天 当时间慢过了11月 逐渐冷清的清晨和傍晚 路边匆匆赶回家不再咒读的行人 以及逐渐变黄的叶子 见尊的衣服 都在传递着一个讯息 那就是冬天来了 每个午后都是我的工作时间 戴上耳机 用音乐和外界隔离 整理听友发来的稿件 回复邮件 讲第二天的话题 非常享受这个过程 当听友亚亚也是始终执着的定期 向我的邮箱里面发稿 她只是发 却从来不问是不是可以播读 在什么时间 那今天的邮箱里依然有一封 远在广州的压压的投稿 静静的在里面 今天的来稿题目 我非常喜欢 叫做在阳光里打短 这正是我非常喜欢那种生活元素 逐渐冷的天气里 午后的阳光 不再是炽热的让人想要躲闪 而是希望它能够驻足的 柔和的阳光 暖暖的洒下来 没有特别的事情 也会有一种满足感 要有阳光那天 都是幸福的 觉得自己真的是一个非常容易满足的人 在很小的记忆当中 八十多岁的太爷爷 最喜欢在院里晒太阳 而他的太阳里晒的全部都是故事 他有很多本泛黄的连环画 像三国演艺 鸡游戏 杨家将 还有小兵张嘎 鸡毛杏等等 那时候 这些小的灵魂画都是非常吸引小孩子的 要阳光好 我的太爷爷一定会在门前晒太阳 而那时候我们 一群小孩 就会跑到太爷爷跟前 要求讲故事 而太爷爷讲故事一定是有条件的 那就是必须要帮他揪耳朵 或者是垂背 于是一群小孩就嘻嘻哈哈的围着太爷爷一阵乱揪 而那些故事也就在老人缓缓的回忆里面展开了 也正是在那时候 我对书和阳光有的格外的亲爱 自此也认为 人生当中最惊异的事情 莫过于坐在摇椅上 捧一本书 晒一晒太阳 那如果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午后 让你有阳光相伴 而且可以听到音乐 有一本书 就会觉得很舒服 而且在想 呀 我的人生 满足了 情深夜深深 冬天里最温暖的主题 在阳光里达短 您可以发送首席的消息 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 编辑阿拉伯数字 加上转新内容 一动的朋友呢 是要发送去 1062-0888-1011 1062-038-1011 脸中的朋友呢 是要发送去 1062-8532-1011 1062-8532-1011 那百度T8的位置呢 是SM-1011 从零开始 如果选择网络收听 是3WGSDGD.CN 银行话开说 在这个逐渐寒冷的日子 越来越偏爱有阳光的温暖 坐在公交车里 晒着金色的阳光 眼皮已经开始变得 非常的沉重 努力地让自己清醒 可是阳光太好了 晒在身上暖暖的 瞌睡虫在疯狂地吞噬 我的清醒 寒冷的日子里 阳光是招人喜爱的 在阳光里达短 是最幸福的事情吧 所以这应该是属于我们 冬天的回忆当中的一个章节 也是这个冬天 最温暖的主题 在阳光里达短 那些和阳光有关的回忆 那些在你的幸福的日子里 有阳光的那些故事 来看到朋友发送的短消息 就是叫电徐 他说供电徐 忙忙落路一年又要过去了 一年的时间过得好快 午后的阳光确实很温暖 但是对于忙碌的我们来说 沐浴着阳光打一个盹 这真的是太奢侈了 我说小徐 不知道雨薇姐还记得吗 最近一首老歌 跟着感觉走 这首歌还真的是很应时应景 那稍后的话 我会找到这首歌 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我们的幸福守候说 又是一年寒冬时节 曾经记得以前在午后的阳光下 与好友在操场里漫无目的地边走边聊 当时我们还在抱怨 上起一刻是那么的没有意思 每次都在数着时间 一分一秒 在肆意地流淌 然而今天已经各奔东西 彼此相距那么远 很难以再像高中时代那样悠闲的 与好友散步 现在想起来真的是很怀念 高中那段非常美好的记忆 要怀念曾经拥有的真正友情 可能由于是冬天的缘故吧 给我的印象总是那么的荒凉 让人悲伤 冬天到了 以为要注意保暖了 在这个冬天 我还真的应该注意保暖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笑话 就是在这个秋天的某一个季节 比如说十月份吧 我感冒了三次 每次感冒总是十天三号 所以整个十月份 我什么都没做 只是在治疗感冒和反复感冒当中 而十一月刚刚开始 我的感冒又如约来临了 来看到我们的风铃声就说 季节的变化是如此之快 十五天一个节气 在不断的交替着 清冷的寒风 在告诉我们 现在已经进入冬季了 记得小时候在老家 总是看见一些老人 在寒冷的冬季里 蹲在墙角 晒太阳 不会吧 老人是蹲在墙角 他说还有看到下棋 还有一些老人 是坐在阳光里打拖 阳光静静的洒落在他们的身上 他们一脸的祥和 前进 满足的仿佛一个孩子 那时候他们已经没有时间概念 仿佛只有在那时候 他们才忘记了时间本身 那时候 我才感觉到了 寒冷冬天里的阳光的祥和 与此理 有时候在想 什么时候能够像他们一样 回老家 晒太阳呢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期待 晒太阳也是需要心情的 你要没有心理负担 你还没有压力 而且晒太阳还得 晒得洒脱 晒得没有任何的心事 只是在享受午后的阳光 那应该是怎样的一种 便宜呢 也许这就像是刚才我们的 以后推荐的歌曲吧 真的感觉错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跟着感觉走 让它带着我 梦想即使哪里都会有梦 跟着感觉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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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静靠着感觉走 静静靠着感觉走 静靠着感觉走 感觉好疼 让他带着我 希望就在不远处等着我 跟着天街走 让他带着我 梦想迪士哪里都会有 跟着天街走 让他带着我 希望就在不远处等着我 跟着天街走 让他带着我 梦想迪士哪里都会有 跟着天街走 让他带着我 希望就在不远处等着我 跟着天街走 让他带着我 梦想迪士哪里都会有 在一个冬日暖暖的午后 如果能够跟着感觉走的话 那也应该是能够掌控自己的情绪 最舒服和最惬意的事情吧 这里是秦深夜深深 我是雨薇 今天我们的聊天主题呢 就是在阳光里打朵 特别的要感谢这是来自于 广东的一位T友 他始终在坚持 而且是非常执着的 往我的邮箱里面来 邮寄自己的稿件 他从来都不问 我这个稿件能不能播读 而且在什么时间里 只是每次写好了那些属于 自己的文字小品之后 就执着的 然后发送去我的邮箱里 今天我还试图联系他 但是没有联系上 今天的这个主题 我非常的喜欢 在阳光里打朵 也感谢你的文章 在稍后的环节里呢 我们可以听得到 呀呀的在阳光里打朵 后我们呢也可以 就这个话题来参与讨论 你可以编辑阿拉伯数字五 加上感谢内容 移动的朋友呢 是要发送去1062-0888-1011 连统的朋友呢 是要发送去1062-8532-1011 移动的朋友是1062-0888-1011 连统的朋友是1062-8532-1011 张总 今天我们在顺河国际酒店 款待贵宾 李总 欢迎你来济南 今晚在顺河国际酒店 为你接风 王总 今天我们在顺河国际酒店 一定要到 那什么都是顺河国际酒店 里南有报都前 大名湖 团有 顺河 顺河国际酒店 从811 立交条开车机群 10分钟即到 81618777 他 音乐 我定乱调 因为他的经典 咖啡 我要磨卡 因為他的優雅 心情 我要宁静 因为他的快乐 变波 我要距离 FM 1011 第一,因為它的印象。 情深夜深深,經典的時光,品味不同的感受。 你的夜空,從此不再寂寞。 情深夜深深,讓你夜空,從此不再寂寞。 當聽到這首來自於小野莉莎的《你在咖啡裡加了什麼》的時候, 你的心情是不是像她一樣的開心和雀躍呢? 那這裡呢,依然會分享到來自於朋友的故事傳遞的祝福, 或者是要講述給我們的心情。 大家每天也會有一個聊天的主題, 今天的主題就叫做《在陽光裡打朵》。 總是覺得如果能夠在一個冬日的午後, 然後在陽光裡面打個朵, 這就是很完美的人生。 至少在某一個階段,你會覺得很幸福,也很滿足。 這也許是其他任何一項都無法企及的吧? 因為要想在陽光裡打朵,也是需要一些條件的。 比如說你需要有時間,你那會很清閒,你那會沒有繁忙的工作,或者也沒有壓力。 還有這種心情,而不是坐在那裡是煩躁的,或者是想很多的事情。 所以說在陽光裡打朵,也是需要有各種條件來滿足它。 而想到在陽光裡打朵的話,你會想到什麼呢? 就是曾經小時候的一個冬天,或者是某一個快樂的故事。 你可以發送手機短消息參與我們的節目。 剛才有朋友問到了,他說,你能否和青春夢飛揚節目一樣,開一個企業Q呢? 因為轉型太貴了,現在的手機都能夠上QQ,高流量一個月才五塊錢。 你看怎麼樣呢? 這個事情是這樣的,最近360不是和QQ打架了嗎? 所以呢,我們的平台只要是一打開Q的話,整個的速度就非常非常的慢。 慢到你想要抓狂,甚至想把這個電腦馬上淘汰掉。 所以沒有辦法來上QQ了。 而且現在呢,我們的Q太多了,沒有辦法去管理它。 那我們現在只採用兩種方式,作為我們的官方互動。 那就是編輯阿拉伯數次發送短消息給我,或者是在我們的百度T8留言。 百度T8呢,是不收費的。去SFM1011,從零開始發。 你就可以找到每天的主題帖。 那如果要通過手機留言的方式呢,是編輯阿拉伯數字5,加上轉信內容。 移動和電信的朋友是要發送至1062-03-8-1011,1062-03-8-1011。 連中的朋友呢,是要發送至1062-8532-1011,1062-8532-1011。 百度T8的位置是XM1011,從零開始。 今天靈感是來接於亞亞,在陽光裡打斷。 亞亞的本名呢,叫鄧雅萍。 她寫過很多的文章,而且也發表過。 呃,來看到,她說在陽光裡打斷。 陽光移步到窗台,越來越暖和。 仿佛一盆燙火,見次移到跟前。 寒冷陰晦的冬天,對著陽光一掌,就推出去了。 我和同事都這麼說,坐在陽光下。 陽光,仿佛,燙著打晝的心思。 繼續蔓延,猶如那些春草,也可以歇歇,搭搭的。 陽光是溫頓思想的,沒有什麼比這冬天的陽光更讓人覺得溫暖。 更能夠讓人卸下景氣的攀影。 冷風是可怕的,冷雨也讓人心煩。 唯有冬天的陽光讓人溫暖,讓人可以把疲憊沉重,散結放下。 在陽光裡安詳的打斷,然後再上路。 某日午時,推開辦公室的門, 我一下子被眼前的景象感動了。 我的同事安詳地打著走,陽光溫暖,靜密地包圍著他。 我捏手捏腳,不敢有一絲地打腳。 我們都太需要讓心靈停歇了。 在寒冷的冬天,我們需要陽光照見。 我的母親說,冬天的陽光是一件棉袄。 那時候,當寒冷的冬天,在我們那個村莊無遮無暖時, 母親就會揮揮手說,去芋頭裡曬一曬,你穿件棉袄還強冷。 在屋裡冷到心裡去,母親的感受是準確的。 她明白心冷才是真正的冷。 我和弟妹們都會跑到被封的牆根下。 那裡陽光總是暖和的。 蹲在那裡,彷彿蹲在火盆旁。 村莊裡許多人都會交替地來到牆根下曬太陽。 大夥彷彿聚集了一股力量,然後精神抖擞起來。 寒冬的陽光,彷彿一位慈祥的母親,撫摸著牆根下的每個人。 在冬日陽光的安撫下,我們才能夠看見那一雙雙安定的目光。 我們常常見到生命,還有寶庚等幾位老人坐在陽光裡打斷。 陽光漸進地跌在他們的身上,他們一臉的安詳、前進。 滿足地仿佛一個孩子,那時候他們已經沒有什麼概念。 仿佛只有在那時,他們才忘記了時間本身。 那時,我就感受到了寒冬裡陽光的慈祥與永烈。 我相信寒冬一定不僅僅侵襲著我們的身躯。 那天,在遙遠之外處,來一個淹沒在寒廁裡的聲音。 她說,她那裡已經落了好幾天的雨。 好幾天沒有見到陽光,心情煩躁死了。 什麼也幹不成,什麼也不想做。 她是一個有思想的人,但是陷下寒冬,打瞄了她。 幾天後的一個中午,她興奮地告訴我, 出太陽了,陽光明晃晃的,使人心情舒適。 她說好久沒有這樣舒適過了,她的聲音明亮。 一早往日的疲憊與頹累。 她說寒冬裡的陽光真好,這陽光是上倉的恩賜。 只有陽光會這樣慷慨與無私。 也只有陽光會這樣溫平地見過時間那一切。 不管你多麼的貧窮,多麼失意。 我被她的話低調,長久地思索。 既然美國作家多罗說過,不管你多麼貧窮, 陽光一樣在照耀著你的窗戶。 她說黃昏的霞光照射到極平面的窗戶上, 如同照在富人家的窗戶上是一樣的耀眼多美。 當讀到這些的時候,一直被感動著。 現在我又一次被感動了。 不管你多麼失意,內心多麼寒切, 多麼慵懶,陽光會牽著你上路。 我的同事從陽光裡醒來,精神被追。 她搓搓手說,現在很想幹掉什麼了。 多麼好的陽光啊。 如果不幹點事情,都對不住這麼大好的光陰了。 還彈開寬大的手掌,笑得異常的燦爛。 我被那一臉的燦爛深深地感染著。 我想冬日的陽光一定會讓許多東西蘇醒大。 我被那一臉的燦爛深深地感染著。 只有一顆夢,夢裡美麗的花園。 一雙溫暖手,在我的小粉絲。 把我給我給我和你一臉的燦爛深。 同士的物論。 要把我給我給你一臉的燦爛。 為你一臉的燦爛深。 是誰在為我摘一雙溫暖? 是誰在為我摘一場。 的美好的時光。 把你寒冷下的花按。 讓你放下的花按。 情蝕的成長。 為你放輕輕吹。 為你放輕輕吹。 一泥八色瘡。 你和你將別人將擦。 眼光下的幻儿 别把他遗忘 有你在身旁 美丽摆滑 我要一颗梦 万里美丽的花园 一双弯开梢 在我的小层边 一双弯的花园 在我的眼睛挥荡 像谁在为我歌唱 美好的时光 眼光下的幻儿 幸福的成长 微风轻轻吹 一起把歌唱 眼光下的幻儿 别把他遗忘 有你在身旁 美丽摆滑 阳光下的幻儿 幸福的成长 微风轻轻吹 一起把歌唱 阳光下的幻儿 别把他遗忘 有你在身旁 美丽摆滑 明天不及时光下的幻儿 别把歌唱 《这些的发展》 《这些发展》 《这些发展》 都是 这首歌非常的棒 来自于金海星叫做阳光下的花 特别是一开始 以及后来的那个 同声一起在朗诵 是不是让你回到了小学时的那个时光 就是大家一起在朗诵课文 总是会有那样的腔调来读 或者是背 我们的9577说 谢谢你昨天的祝福 我现在也是从零开始 开始我新的人生篇章 不经历风雨 怎么变彩虹 在寒冷的冬天 小生命就是阳光 给我的孩子取个名吧 我叫小强 那小强呢 现在有了属于自己的孩子 这句话怎么说的有点奇异 小强做爸爸了 然后也没有说他姓什么 也没有说是男孩还是女孩 他呢 想让我们大家帮他来取个名字 在这个冬日里 我们有一个最温暖的话题 也希望可以带给这个孩子 一个最美丽的名字 好不好 所以大家来寻测寻觅 极次广义 帮助小强的孩子 来取个名字 好不好 今天是秦星叶先生 我是雨薇 稍后继续和你一起来聊聊天 你一样 下午规划引领中国经济短形 孕养新新投资机会 加湿主席新动力基金 掌握增长新动力 11月8日起正式发售 详寻400-600-8800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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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了解下全省十几城市的天气 济南 行6-18度 德州 多云4-17度 辽城 行转多云2-17度 泰安 行1-17度 莱武 行转多云3-17度 河泽 行转多云7-21度 岛庄 行转多云6-20度 济宁 行转多云6-19度 临沪 行转多云4-19度 日照 行转多云7-17度 青岛 行9-16度 烟海 行转多云5-12度 微海 行转多云7-15度 北方 行转多云4-16度 滋伯 行5-18度 滨州 行1-18度 东营 行转多云3-16度 济南 行6-18度 音乐 我听完调 因为它的经典 咖啡 我要摩卡 因为它的优雅 心情 我要明镜 因为它的快乐 电波 我要日理 FM 101.1 因为它的运行 情深 变深深 经典的时光 品味不同的感受 你的夜空 从此不再寂寞 在一个冬日的深夜 让我们来回忆到 那些暖暖的阳光 打一个盹 而且听着最最跳跃的音乐 这份心情是否很特别呢 仿佛时间也凝固了 而且也在穿越 那就是此刻你的心情 是明媚的 感觉了那些 人心阳光普照 以及你的心灵力 有阳光普照的感觉 在前一段时间出差 当我们迎接太阳 在走的时候 差巧到了目的地 应该是在下午的 4点到5点钟 那么我们竟然看到了 红红的太阳 真的是非常的远 而且是红红的太阳 当时和我的同事 在车里我们都雀跃起来 说像这种火红的太阳 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了 仿佛那是很多年前 还是孩子的时候 你可以经常看到那种 火红的下山的太阳 但是若干年之后 当我们再次看到 都像是一群孩子一样雀跃 而且想起了 郭东霖曾经唱过一个 金韵大鼓 就叫做火红的太阳 刚出山 所以对于阳光 有着格外多的情感 所以也认为我的人生 如果有阳光来相伴 有音乐 以及一本书的话 那这样的人生 就满足了 所以说我是一个 非常非常容易满足的人 也许在柔柔的阳光下 没有特别的事情 就是拥有这样的满足感 就可以让你快乐很久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 在阳光里达短 你可以发送 手机段消息参与节目了 刚才我们的小强说了 说我做爸爸了 希望大家可以给孩子 取个名字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的小强就告诉说 我姓何 我的孩子是一个女孩 谢谢您 不要谢我 要谢大家了 接下来 有请我们最最有才华的朋友们 为我们这位 何小强的女儿 取个名字 好不好 你可以发送 手机段消息 热心的你 编辑阿拉伯数字 5加上转信内容 如果是移动和电信的朋友呢 是要发送质 1062-0888-1011 1062-0888-1011 每个人的朋友呢 是要发送质 1062-8532-1011 1062-8532-1011 那摆递最拔的位置呢 是FM1011 从零开始 如果选择网络收听 或者是推荐给人 本方的朋友 是3WFGV.CN 也就是在任何一个搜索引擎 输入山东广播网 点击到交通频道的主页 就可以进行在线的收听 和在线的留言了 那接下来呢 是我们一位朋友的请求 他姓何 自己的孩子呢 是一个女孩 昨天刚刚出生的 请大家来帮助这个可爱 又美丽的小天使 取一个名字 这个名字真的是 具有特殊意义的 那有一天 小乔会对自己的女儿说 宝贝啊 你的名字就来自于 山东广播交通夜之声 一档节目叫 《情深夜深深的听友》 来提到 这那时候你该有多么的幸福和快乐了 才看到提拉米苏航说 你每次上线都会看我的说说是吗 看完之后还要问问我 怎么了 我很好 说说也都是一时的情绪 一时的话 有时候自己都不记得 刚刚改了什么 我从来不知道 自己究竟想要些什么 你至于总是在寻找 却不知道在找什么 即便那个东西找到了 当时不知道 那就是自己想要的 反而无法退回演出了 从来都不够深的付出 从来都是退而求此 别人都在围观的时候 我只会退出来 远远地看着 我是不是从来没有认真地和你讲过话 从来没有认真地谈话 我就是说不出来 说不清心里在想些什么 你说这个冬天 怎样才能够更温暖呢 每次行走在路上 看着黄色的叶子 树上的叶子 有的黄 有的红 很美 我从来没有注意过 秋天的树 秋天的叶 我喜欢秋 就是因为色色的秋风 让你全身发抖 它会让你理智 让你清醒 渐渐觉得对秋风 已经是有了抗体 已经麻木 所以 我很期待这个冬天 还会有一场大雪 可以像年前 腊月二十八的大雪 可以让我淋一场 鹅毛大雪 那个晚上我在接你电话吧 偶尔想起 那个本子满满地记着你的信息 被我遗落在每个角落 我没有回头去帮你说过的那些话 其实我知道 看了 我就会很温暖 我的心从来都是悬在半空 从来没有坠落 所以从来不会那么伤 从来 没有伤到 碰到伤害自己 做些肆虐的事情 只会莫名其妙地说一些 不可理喻的话 从来不会让自己的情绪 淋漓尽致 想哭的时候 就能够哭得出来 想不开心的时候 就能够表现出来 却总是理智地告诉自己 没有什么好哭的 不开心的时候 还是把它烂在心里 心里 还是会想你吧 至少 上见的时候 看看你在不在 说想我的时候 我真的不知道 该说些什么 你就说心到了 我们是同样的 怎么能够不知道呢 怎么能够感受不到 想象所以相识 从来不看我的日志 从来不看我的铁字 从而不进入我的精神领域 很累是吗 这算不算是 生活在两个世界的人 理论上我承认 现实的不可逆 而事实上 精神 还是那么的想往 那种 逆想天待 特别想听到的就是 寻找 李慧珍 这也是 这是 固定 idé 我想 李慧珍 崇我 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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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可以发送手机短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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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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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他说 李宗盛 他说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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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有着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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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